好了 鄉親啊 我們繼續來到臺灣的後山 花蓮的玉利 有一個媳婦老一風 民國五十五年 由法國漂洋貴海 來到臺灣 在花蓮落地定金 由二十多歲年級到現在七十九歲 超過半年世紀 老媳婦一直在照顧到花蓮當地 心心中愛者 教育到經生人 在地人尊稱於是 玉利的法國爸爸 副總統熱情得全天去探訪 真感謝信夫的奉獻 副總統也特別說 未來會來協助到總統創英文 六十我們住民最關心的 全行政議 任過的孔子 副總統熱情得雖然說 牽手沒像這個信夫 這麼沒力 但沒有議員通過這個特別的迎賓 外賓 旁邊的聲音 讓他們人家很開心 再去副總統熱情得 全行到花蓮的安定義方向去看這些時光兒 他們用秋冬秘密的方式 哪學見哪找到生活中心 和這個藝術背景 六千町很感動 職能訓練 物理治療的訓練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非常棒 六千町也感謝老一向信夫 終於五十四年的青春歲月 全部奉獻給台灣 他也全天去兩禮拜前 中心開幕的日秋物流冠去參觀 他先說的六十館住民的全行政議 來到花蓮 一方面參加公園祭 另外一方面也要了解 原住民的相關事情 未來能夠好好協助參與中共 落實原住民最關心的 全行勝利的種子事項